趁着他们还没放假之前 就尽快过来品尝东莞美食 看着才行 鹅比饭 下比饭是30元 即是这个 鲜头这个 然后排骨饭 他们叫烧排骨饭 又是25元 糖蛋散 这边应该是柚皮 还有咸蛋散 饼 我们的豆腐花来了 这个叫红豆 红豆炆到 不是炆 煮得很软 3.5元 女儿要红豆 至于我们就要完美 我们又睡醒了 又来到这个熟悉的自助早餐 亦都不和大家介绍有多好 上次我们也来过一次 都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自助早餐 谈谈我们昨天在香港的感受 因为昨天太累了 谈谈上一集我们最后买的寿司 非常好吃 那个三文鱼寿司非常好吃 哇 另外一个就是 应该怎样说呢 在很多社交媒体上 可能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香港的服务业 都有一定不同的想法 但其实我们去到又不会说 不会说怎样 实思求是来说 香港人做事是很急 我说餐厅那些 但并不代表无礼貌 是很急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公认 快快快 最重要是快快快 那些我们不能去想它 又或者沟通的问题 那些都选不了 包括我们昨天在第一餐海防岛 有讲有笑 我们跟收盈的姐姐说 我们来自广州的专程来 来吃你们的美食 欣赏你们的美食 她多开心 都不知 但她是很忙的 忙到踢了脚 包括最后茶餐厅 我们哥哥也是很急 原来那个红磡茶室 原来是连锁式的 是连锁式的 那点餐那个哥哥是很急 就是他多事做 他一个人可能做这么多事 但他不会说 你不懂的 没有那些事的 没可能的 他问你 是呀 是呀 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不懂的 我们问我 我相信他都会回答得到 买雪糕阿叔 买雪糕阿叔 本来说我昨天不说 其实在社交媒体上 又是那本书那里 踩到他上天 又说阿叔 正常说到阿叔诈骗 说到是这样 他说态度不好 但我们见到的就 刚好相反 就是这样 不过那个圆筒 甜筒就真的差点了 很难撕 买2、3是最好的 有得买1就最好 没有的就是2、3 因为1就拿了一张纸 是的 你就不用吊了3 我们买了2、3、4 2、3也好 我吃2他吃3 还有什么 至于跟家人吃饭的部分 就不说了 其实广州回到广州的 导乡都是坐得很逼劫的 那里坐得很逼劫 但是还好 算是这样 香港来说是合理的 我认为 聊天 聊天 下次我们会再来 不过应该不会再住这酒店 可能上次 我只是跟老婆来 我们上次也是住这酒店 有点厌 有点厌 但志在早餐很满意 旁边黄江村的牛肉火鍋 都仍然很满意 这个就算不住这酒店 我认为是值得再回来一次 就是这样 吃了几次都可以 包括在龙湖那里 龙湖 好像是 是是是 那说一下行程 我们应该等人去山姆会员店 在这里开车 我看过了 15分钟就到了 好吗 去逛逛 其实没有工作 最终我们会回到东莞 东莞再吃烧鸥 好吗 吃不吃了 到时再说 我们先吃早餐 一口气说了这么久 咖啡 我偏西式一点点 鸡蛋有多士 这个酱是瓶着的 有些蔬菜 吃得好东西都要吃这些 不要吃那么多肉了 它就 库塔够了 再吃一个面也还可以 我是很满意他们的腸仔 还有捉我可能最后先吃 这色咖啡是这样的 意大利人喝咖啡是要很浓的 至于我用筷子来塗 因为它有刀 不过在那里 烂 好了 我们慢慢吃了 这部分上次都说过了 这个自助餐真的挺好的 各位观众 如果回来 可以尝试住一下这个酒店 方便 这里最大优势是方便 还有牛肉火锅 吃的比较多 这里最大优势是这两个月 无可替代 其他服务你可能下一次 没有那么跟足 停了两天 在这个停车场 100元 还没得到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现在中午差不多1点了 12点48分 我们就驾车回到东莞了 事实上我们刚才在酒店休息了很久 因为昨天都比较累 我们会先去吃东西 一个叫做中山餐馆 我之前去过 尤其吃叉烧、烧鱲等很好吃 老婆就说 一如今日去一下 这里有很多莲吉、花 对上一次来的时候 这里还在做 我还记得 后面就是新光明市场 我们的车停在对面 到最后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回到市场买点菜 有很多花 挺漂亮的 整条街都是卖花的 上一次来做对比 现在这条路真的做得很漂亮 上次好像是夏天而已 大概半年前左右 停车又很乱 停车又没有画车位 简单来说是 现在又有停车位 小学又做得很漂亮 要来这裏吃饭 才会穿过一堆这些旗旅家 旗舖的 这些日用品 我也记得了 我来过的 这裏叫中山路 所以餐厅叫中山餐馆 前面还有些百战用品 购买 过年年前肯定是热闹 只是我们现在来到1点钟 当然没有人 我们要吃饭是前些 很多危流 来到东莞 一个是这里 另外一个是回到石龙 石龙有很多 买一些丝头 要吃饭那里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因为面识不是太大 还好现在这个时间 还有东莞仁仁的餐厅 像广州懒咽尖 又说中午就够不做 人家就做了很久 这间是否呢 我就不太记得了 这里卖分庆用品 我听到已经很热闹了 分庆用品 这些卖一下 锅 对面卖一些红遮 这里卖一些挂连 全部都是人 坐到爆到这样 跟我上一次来对比真的很夸张 我是这样 要找个位置才行 等到位置真是艰难 比上次环绕火爆 它是这样的 可以叫一例 我主要是吃叉烧和烧鵝 白饭加烧鵝奶饭 如果烧鵝还有鸡就要鸡 火爆 上次我好像是吃饭的 真是夸张 因为中央鸡也要等 如果要坐这碗 你应该吃 重复运点 如下客 我也可以吃点餐 因为上餐需要比较长 我们是35号 可能要等十多分钟 要等一会儿 要慢慢吃 非常幸运 今天是有鸦鸡鸡 和饭饮总共花了130元 鸦鸡饭比较贵 鸦鸡不是鸦鸡 我经常说鸦鸡 30元一份 其他都是20多元左右 趁着他们还没放假之前 就尽快过来品尝一下东莞美食 真是凄 然后对面就是那些卖辉春的地方 然后这里走过去 还是有很多骑柳街 上次我都经过 去到深圳第一餐 又是吃烧鸭叉烧 这一餐也是 还有烧牌骨 我们有叫到 很期待 等一等 差不多半个小时 你让我拍一下 三份东西就到了 两个是下腿 所以等到特别了 这个是奶粉 这个是化 这个是烧牌骨 这个是烧牌骨 我吃烧牌骨 或者 我吃烧牌骨 我吃烧牌骨 吃一样 吃一样 好吗 至于我 其实不是太喜欢鸡粉 实实 所以就不要它们的奶粉 还有今天天气有所转量 坐在这里吃也挺舒服的 先试一下烧牌骨 还有叉烧 这个就是老板帮我们拍板 至于价钱是这样的 要这样看着才行的 下腿饭是30元 即是这个 然后排骨饭 他们叫做烧牌骨饭 也是25元 然后下腿饭也是30元 叉烧 斩料就是20元 最贵的是30元 最便宜的是20元 就是这样 四款食物 你不是很饱吗 吃早餐吃到 我吃了 你一个吃到 挺开心 但是要等很久 由原先 都挺饱等到我 我分配了这个 哇 那个皮很薄 完全不肥 还有烧牌骨 今次可以全部吃完 这个 肥削相间 早几天在深圳吃到的 就肥了 这些又没那么吃 嗯 展示不到 刚才那块烧牌骨很香脆 焦边的部分 配合一本饭 哇 今次来过我都不记得 我好像是吃饭 嗯 如果是想吃肥的 嗯 好像是深圳那间 真的挺好的 是 看一碟叉烧 20元 这一块 它真的不算太肥 前头我们开车 上了少量高速公路 原来呢 在深圳来到东莞 我说这里 大部分呢 都是那些叫高速路 免费的高速路 很快很快 中间经过大量山 我差点想去金吉荒技那里 吃叉烧 这一块又如何呢 好像没有那么肥 它的酱汁很特别 嗯 烧牌骨很香的叉烧 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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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就是它的 很不邪恶的烧鹅饼 师傅就在里面厌斩 有些呢 就像这部分 这样 这样的 归我 嗯 我又喜欢多汁一点 像这些 烧鹅奶粉 这种东莞 各街区做法都不同 有些地方肥一点 有些地方 汤底也不同 有些用清汤底 这里呢 看上去应该是清汤底的 你自己可不可以煮到一个出来 如果有烧鹅 烧鹅给你 应该不太难 嗯 应该不太难 等你回家 你煮饭给我吃 有饭 嗯 至少买东西 嗯 好了 我们慢慢吃 吃饱之后 附近走一趟 就坐在路边 现在差不多两点了 走一趟 在这里回到广州都很快 不走高速 走高速都差不多 上次我就不走高速 很快 好了 我们又吃饱饱了 大部分都是肉 好吃 嗯 如果是 喜欢再肥一点 就叫老板 我想肥一点 这样吧 今天我们吃的那部分 瘦一点 都是做得很好 而且价钱也很合理 这么多肉 油都挺厚的 是的 就是专找到这些 其实我上次来 都是看社交问题 就是这里了 它的大名叫中山餐馆 又或者叫龍舍好 初十开市 年三十就收市了 到现在这个时间 已经差不多两点了 就没有什么客人了 刚才我们坐在这里 当你在这里 不吃完烧鵝 又可以买一些辉春 还有些人手写辉春批发 在东莞是很多的 各个街区都有写辉春的习惯 包括如果我们想去到大岭山 也有的 各个街区都有 农历新年临近的时候 最热闹就是这些地方 全部写了 花开富贵 丁财两旺 因为这条路 是重新修整过 所以就特别 什么 中山路騎楼 东莞很多中山路 四十多号 楼上是住 楼下是楼上是楼下是楼上 楼下是楼上 楼下是楼上 像现在这样 楼上楼下是楼下的楼上之间 那里真的是很似 这么多的公主公開屋 但是当的楼下楼下是楼上可以做楼上尾住的榴下 有很多现在正在修装保育 骑楼间 我上次来也已经开始了工程 现在完成了一部分 不过修装这些旧屋、翻身保育 不是一阵就能够办 中山路 而且路名就像广州那些 其实不是广州 他学习广州 而是在民国的时候 他们开的路名都是这样的 维生路 譬如教祥路 这些 前面还有一个云吞面 好像也挺出名 我不太记得 这里还有奇峰纳尾 东莞纳肠 上次我们去买的纳肠 也是很好吃的 这些玩具店全部在旗楼底 很有味道 这里有竹星文端面 米粉超好吃的 应该是衣面 8、10、13 记得了 我上次是要駕车来到这里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以为还可以去 但是没办法 只能到后走过去 路是非常合级 其实应该在那个年代 即是民国的年代 就已经出现了 面前这条路 并不是被车走得到的 最近也是水果批发的旺地 有水果批发市场 所以看到有很多香蕉 只不过太大了 而且我们早几天在深圳买的 都仍然有少少未吃完 这里又有批发市场 想不到来到现在这个时间 两点钟 都还挺热闹的 是一个菜市场 正如我先头所说 想不到两点钟都这么热闹 粟米 接着是虫化鸡蛋 我们有些鸡蛋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些鸡蛋 有番薯 瓷菇 因为差不多过年 有福治的沙田油 我相信如果去到早上 这里就热闹了 两点钟都这样 是一个市场 附近很多人来这里 买菜 还有东莞 有很多传统风俗 都跟我们广府有些不同 拜神的用品 都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这些花生饼 香烧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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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吸引 糖蛋散 这边应该是柚皮 还有咸蛋散 饼 有没有想吃的 下面还有这个 有个喜字在上面 接着又有 又有 五十 蛋卷 二 香葱 香葱 上次我们买过香葱 蛋卷 二十五元 还有新鲜出炉 香烧糕 吃过 又有市场 挺好 好像还很热闹 放在这里卖 然后老板 这边是包一些 不知道什么东西 角仔 我猜应该是 现场制作的角仔 那边 很多卖糖果 总之是过年那些 因为过年是要开油锅的 但现在有些人 别说我们 连我妈妈那辈 其实都懒开油锅 所以取而代之 就是出来外面买了 以前小时候 因为没有那么多 有炎帅 做好卖 就会买一些 弹散皮 这样回去做 我记得我很小时候 我外婆还做过 角仔 给我吃的 好像先头那几个 帅人坐在家门口 包那些角仔 好像我外婆做的 咸 我忘记了 有年糕 还有萝卜糕 话说早几天去香港探亲 我叔叔做的萝卜糕 超好吃 又说要炒一炒 萝卜糕 令到他不要出水 各种东西 很多功夫 但是很好吃 这里又一档 河管城的市民 应该要来买 那些货年 过年的东西 就来这里 还要排队 哇 然后看过来 这边就是卖瓜子 花生 瓜子 还有 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 黄黄雪饼 拿个二头 很多地方 那些荃盒里面 都是会有黄黄雪饼 新热闹 这里都是古旧街区 才多这些东西 这里也是 先后我们查过资料 说东莞最早有骑楼 在哪里 其实就是石龙那里 但是我相信这里 都不会辞过石龙很多 厂房 又是民国风的建筑 都民国的 那年的时候 除了买些 和形糖果 又要买些水果 原来这里 就是东莞水果批发市场 管城 不要说东莞 东莞是分了很多街镇 这里是干果 水果 前边就是一箱箱 是车梨子 应该是 一箱一箱一盒一盒 车梨子 我们早几天买的车梨子 都好吃 但好像买贵了 但因为省买 没有办法 又有年墓 有牌子 这里卖提纸的过年 亲戚朋友 来到探餐 拜年 做些美食 拜神就要大股油 这股油够大 上面还有一个招财进宝 或者是一个福字 东莞这些地方够大 好像先后我们经过的那些 骑楼 其实真的并不多 所以做生意 每个人都有车 停好车 过来买些水果 整箱整箱买回去 还有释迦果 特靓沙田油 好 就是那个 如果有留意前几天 我不是说之前 在深圳的时候 之前有 东莞同学请我吃过那些 那些金 那个样子很肉酸 它就叫春健 就是刚才老板娘拖着那辆车 经过那个 算是连货街 但那种感觉就不像广州 它不会有很涌极的那种感觉 不会的 又有很多干果 腰果 那些核桃 龙眼肝 东莞很多龙眼肝 荔枝肝 尤其那年大连 种的吃不完 卖不完 做荔枝肝 龙眼肝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到江边 其实这附近楼界又是怎样 我都想知道 比如好像这个 大概是什么位置 其实我不太知道 80万 只需要78平方米 那是恒大华府 我们先头驾车经过 这里附近最大的地标 就叫做可园 东莞可园 在这里 行路就不切实际 驾车几分钟就到了 在路上 我们会经过恒大华府 它不是一手盘 一手盘也不要制 它是二手的 就像这个 一万元多 一点点 只是这么新的楼 都是这样的价钱 相信其他都是 例如业主急售 多少钱 55万 83平方米 中兴商住楼 中兴商住楼 在这边 也不太远 点入去看看 挺实际的 可以 这么实际 不实际 很实际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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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旧的 就是这一种 这么旧的 就是95代 对 90年代 就是石米外牆 90年代初期 但是多少钱呢 8千多 都便宜了 而且它装修好了 对吧 装修好了 再看看 然后还有租盘 管城花朵幼儿园 好多多四元 大床房 30平方米 560元 还有什么 这这 这个好像比较好 几百多万是谁买? 几百多万是谁买? 对了 75万 钢隔滑形之意 一般这些新的都是要1万 新的那些是1万 有电梯很漂亮的那些 这些可能舊一些 这些是酒市先留我们看的那些 即是差不多 旧楼但又重新装修过的 这个价钱几合理 五十多万八千元 工资比较高 一个月买一个方米 通常我们看的都是一个月买一个平方米 如果买一个平方米 就叫做合理价钱 广州那些起码都 一万九 我们很久之前在同德围在过 同德围也不新 我们慢慢走回去拿车 接着去市场走就走 接着这里很昂貴 一万九千元 刚刚在西村市场旁边 是呀 即是哪裏呢 即是这裏 不是 就是这裏 那裏是泰景花园 就是这裏 一万九千元 为何会这样 新楼 新楼电梯 是 新楼电梯 而且二手这些应该不太够 我猜 你看样子很像 刺身 刺身 没错 一手又未必够胆 又有小区 停车又方便 下面还可以买水果 不过 不过在东莞 不是城区那些 有个都算不大不小的问题 我们在广州 经常说 那些电动船行车 铲上人行路 很烦 很烦 东莞是整架车 铲上来的 四个车 是呀 随时在你后面 你就会看到大车 在你身后面 尤其现在那些电车 电动汽车 那些声音很静 它就在你后面 你才听到 所以就要注意 才有一辆大车经过 现在就向这个方向一直走 前面看到很多灯笼 就是先头我们停车 那个叫做新光明市场那里 那里除了我们先头看到 批发市场 卖各种食物以外 其实那里还有个夜市 晚上是会更精彩的 只不过我们总不能够 等到晚上才回广州 是吧 就是这样 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 就要1小时15分 如果不走高速公路 是需要1小时29分 那我当然不走高速公路 也挺快的 而且看上去 现在暂时看到 是不堵车的 这边就打算吃的豆腐花 就在前面 写着我叫做 昌记豆腐花 是否这档 还是前面 应该是前面那档 前面那多人 这个是门口近路边的 很厉害的 叫做圆炆香厂豆腐花 大家记住炆香 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些路名很有趣 叫皮鞋街 这个叫扇头一甲行 豆腐花 这个叫红豆 红豆 红豆炆到 不是炆 煮得很软 三元半 女儿要红豆 至于我们就要原味 原味是三元半 它的红豆是五元半 所有加上三碗十二元半 很滑 很滑 我是第二次在东莞吃豆腐花 上一次在虎门滑 很滑 吃完烧鵝 吃完烧鵝吃豆腐花 好 留在旁边而已 哇 很滑 很滑 冬的豆腐花 太热了 滑 对 上次我在虎门吃的 也是这样滑 要很小心 很小心 这样搅拌才行 好像这些 嗯 嗯 又不算很甜 这些糖醬 嗯 很甜 可以在仙楼 我们那里吃完烧鵝 就过来这里 吃个豆腐花 除非你要去买水果 要买水果 就顺便过去买水果 在这边 停车就非常方便 随便停 就是三个字 嗯 就算是要付钱 五元一小时 头三十分钟是免费 然后后面一元一小时 一元一小时 嗯 嗯 吃完刚才的烧鵝都適合 是 又可以坐在路边 小巷里面 这样吃 这些鸡蛋卷 是25元 之前也买过 这些鸡蛋卷 这些鸡蛋卷 应该就是了 因为我们吃过手工 有些香葱在里面 好像钱也是一样 又是25元 只不过那时 好像也是这个袋 是否这个袋 应该差不多 很多手工 上次我们又是去吃烧鵝 吃完烧鵝可以去旁边买蛋卷 在江边 就是那里 我不记得 叫什么衣 霞衣 不记得 又看着老板在那里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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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来到新光明夜市场 这里买一点点酒 买鸡蛋 买菜汁 再买一点菜 因为家里已经没有菜 而且这几天吃得好东西多 今晚除了煮食以外 全部都是吃齋 大鱼大肉 回忆一下吃了什么 第一餐已经叉烧烧鵝 先头最后这一餐又是叉烧烧鵝 是烧鵝结尾 我觉得第一餐烧鵝好吃 我觉得第一餐烧鵝好吃 多汁一点 女儿又觉得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东莞烧鵝是干身一点的 没有那么散 但是一定要配合烧鵝 放入奶粉才好吃 我们不应该叫饭 烧鵝就配奶粉 烧鵝当然在东莞那里漂亮 深圳 深圳 因为它是真的脆皮 新鲜烧鵝的 烧鵝 烧鵝 然后牛火锅 又是肉 牛火锅已经吃了些菜 然后第二天去香港 吃西多士 烧鵝 喝奶茶 其实都是很浓味的 和亲戚朋友吃饭那些 不在话下 哪会有菜 到昨晚一刻 还有昨晚一刻 吃那个 三文鱼超好吃 在上水买那个 所以我们也是要买些菜 还有这个市场 我经过 但是进来是第一次的 热闹 还有这个市场 很多批发的东西卖 汽水 或者朱古力 这些是比我们一路见到的 又或者甚至乎 还有干货买 花菇 好 这里又有一间 这个是吃什么 这么多人 新村豆腐花 又是吃豆腐花的 看来东莞人很喜欢吃豆腐花 除了烧鵝盐 我吃过几次都挺好 我相信应该这里也不差 吃得多了 还有腊肠 腊制的东西 至于这里还有双皮奶 手丝鸡 前边就是买些蔬菜 这里 买鸡蛋 这里 还没有买鸡蛋 一饼 还有很多东西卖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真的不懂 蠟鸭腿 这里是卖散的 8元一斤 都是这样的 清卷蛋 我们清卷看到 都是这样的价钱 增成那些 农家蛋 有一些有印字 有一些本地蛋 鸡蛋 还有很多 纳鸭 纳鱼 上次在东莞买的那些好吃 有豪豉 这些应该是纳鸭腿 还有很多干货 煲汤鸟 我看到有 那个叫什么 毛花果干 还多 还有增成蛋 7元 增成很近 初生蛋 当然是贵的 13元 买了东西 菜 买不买就走了 因为家里好像还有些 我们进来 纯粹是买鸡蛋 和散步 总之今次的行李就很开心 由深圳 又香港 又去 又过来东莞 东莞 东莞是纯粹搭单的 是 我们有考虑过去Sams Club 但是 回广州也有 入到去就是一样 但是女儿是很想去的 我叫她自己坐地铁去 因为5号线很方便 最开心的是香港那一程 一方面又知道 原来现在过关真的很方便 以后 无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 我们去驾车去 又或者是坐高铁都好 高铁当然是花钱多了 今次我们去程 高速费都是四十多元 然后充电充了二十多元 今次回来还离谱 好 大家真的不知道 我刚才没有拍到 三元七号 是的 在东莞去到大岭山左右 有一小段高速 四元算是原价 用我们ETS打折 这样那样 三元七号 然后等待我回家 走廣元快速 因为这里往北走 一转就走廣元快速 我们是廣元快速尾 结束港元快速便回到我们家 这里是港元快速的头 一头一尾 港元快速便回去 即使我们今次回去 只用了这么少 再换言 下一次如果不趕时间 其实不是省不省皮的问题 省到钱固之然是重要 因为我的车仔 如果行高速公路 有时都跌电跌得挺快 是的 如果不趕时间 这个方法挺好 而且其实不是多很多时间 多大约半个小时 那便赚了一餐饭吃 是的 多一餐饭吃 是的 都四五十元 如果全程高速 六十元 六十元 因为同行 有另外的亲戚 他驾车全程都是高速 六十多 来回百余 如果好像省到我们这样 四元和六十多 是 时间省回 是的 好了 我们都去洗手间 开车回家 下一个环子 应该是回家煮饭给大家看 未必 未必 如果看到还有进度条 大家继续收看 如果没有的话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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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